哈喽大家好 今天早晨呢 画了一个妆容 当时早上就想 很多朋友一直想看我的蕾丝 PK3的眼妆的画法 作为内双的我呢 其实化妆并不是那么娴熟 然后呢 今天还是想抽空给大家录一个 然后用的就是这盘眼影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就看下去吧 首先我先用Laura Matthew的 妆前乳来打底 这样后续的底妆 会比较服贴 今天用的粉底 是Charlotte Tuberate的粉底液 非常的轻薄 很水润 可以用手推开 也可以用上妆工具 那我最近比较喜欢的 上妆工具 是气垫BB里的小粉扑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 然后不会让我 有浮粉的感觉 妆面看起来会比较的干净 下来我会用YSL的提亮笔 去进行眼下鼻梁 还有额头的打亮工作 那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滋润度不是很好 所以我依然会用7.BB的粉扑 来进行上妆 定妆我依然用的是 Make Up For Ever的这一款 我觉得控油力度还不错 眉笔我用的是Anastasia的一款 Medium Brown 那这一款我已经很多次推荐了 它非常的适合新手 慢慢的勾勒和描绘 不会出错的一个眉布产品 为了让眉布看起来更加的自然呢 我会用Kate的眉粉 再继续的填充我的眉心部分 最后呢会选Kiss Me的这个染眉膏 把我的眉毛染得更加自然一些 眼部打底用的是 Urban Decay的这款primer 那它非常的好用 很滋润 并且会让你之后的眼影 更加的显色 不容易脱妆 我们先让眼部打底吸收一下 所以今天我先会画腮红 用的是拉肚立的一个限量 是蓝色的外包装 然后里面的颜色是有一些偏蜜桃的 非常自然 它里面自带一把小刷子 高光和修容产品 今天用到的依然是 Charlotte Tuberi家的这个双色盘子 那这款高光非常的漂亮 是那种不太低调 但是微闪 非常有欧美的光泽感的一个产品 那我会在脸颊 还有鼻头 嘴唇上都做一个提亮 用它提亮你的嘴唇 会让你的唇部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这款修容的颜色非常的自然 不用担心下手过重 打出的阴影非常突兀 那我会在脸颊 还有额头 需要变瘦的地方进行一个处理 接下来就是蕾丝PK3的一个画法了 那我首先会占取的右上角 这个非常浅的橘色 那它是有一些闪的 打亮我的整个眼窝 在打亮的过程中呢 我会用刷子来打造一个眼窝比较深邃的褶线 接下来占取右下角的棕色 去画眼线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棕色 接下来占取左下角的九红色 去画倒三角 然后也是从眼线部分的眼影最后端开始 然后往上来画 眼睛可以睁开 去寻找你的那个眼窝 然后你可以打造一个比较深邃的眼窝 之后呢会看起来有些突兀 不用担心 我们会选一把蕴染刷 对眼部进行一个蕴染 这样的话你的眼妆就会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最后呢我还会占取右下角的棕色 去画我的下眼瞼后三分之一处 那我只会轻微的带过 很久没有画卧蚕了 那今天就用Laura Mercier的一款非常浅的粉色 在卧蚕进行一个打亮 眼线部分 我通常不会画内眼线 因为那双的同学画内眼线有的时候会晕装 那我就会把眼睛轻轻的闭上 然后去直接画外眼线 然后勾勒出一个比较顺滑的线条 然后会在尾部加强 接下来就是唇膏部分啦 那今天我选一款Mac的唇膏 它比较的滋润 色号是Sea Sheer OK以上就是今天完成的妆容 希望你们喜欢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